怎样用这张手机放在桌子上的照片和狮子的照片 融合成这样的效果 这一节我们讲一下Synapse的双重曝光功能 双重曝光是很强大的 在Synapse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工具 用好了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双重曝光是指在同一张底片上进行多次曝光 从而得到一张好玩的 创意十足的照片 我们打开Synapse的点击加号 从手机相册中导入一张照片 然后点击工具中的双重曝光 会看到下面中间有三个选项 左边的是导入图片 通过导入图片 可以将另一张图片导入到现有图片中进行操作 实现抠图换背景 局部增加或替换照片元素等功能 从而创建出与众不同的效果 中间的是样式 这里的样式其实就是图片的叠加模式 包括默认、调量、调案、加、减、重叠在内 一共有六个 这里不做过多解释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添加叠加模式 每一个都尝试一下 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右边的是不透明度 是调整两张图片的混合程度 大家多尝试 不要太拘泥于原理 双重曝光应用的非常多 能创建很多有趣的效果 比如逆世界等等 下节课我们讲几个双重曝光的使用案例 和视频开头的两张照片的混合方法 下节课我们下节课可以看下来的 下节课我们下节课可以看到